美国总统拜登8月1日晚宣布 美国于上周六成功对阿富汗喀布尔一处基地组织目标实施无人机行动 并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艾曼·扎瓦西里 扎瓦西里在1998年加入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 作为该组织的首席战略家是绝大多数恐怖袭击的最高策划者 其中包括1998年美国驻坦萨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爆炸案 以及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 在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于2011年6月被任命为基地组织头目 许多阿富汗人不相信扎瓦西里一直藏身在他们当中 白宫表示没有裁剪DNA进行比对 但是以其他方式确认其身份 为了加速对抗猴斗疫情 加州州长纽森8月1日宣布加州进入紧急状态 让加州成为三天内美国第二个宣布进入猴斗紧急状态的州 纽森表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有助加州政府协调应对措施向联邦要求更多疫苗 领导进行防疫的宣导和教育工作 到目前为止 加州已经收到超过6万1千剂猴斗疫苗 已为民众注射超过2万5千剂 截至上周 加州的猴斗病毒检测能力已扩大到每周可处理1千个以上样本 据LA Times8月2日的报道 加州的一些房东现在可以将租金提高到10% 这是2019年通过的AB-1482法案规定的最高年度增幅 该法案允许房东每年提高租金5% 加上其所在城市地区的通货膨胀率最高可提高10% 在过去几年中总涨幅一直在5.7%和9%之间徘徊 但是10%的限制只适用于2007年以前建造的综合体 和那些不受租金控制限制的综合体 这意味着不在这些范围内的建筑物的房东 可以将租金提高到更高的水平 而且由于现在的通货膨胀率非常高 加州的每个地区都符合将上线设定为10%的要求 在洛杉矶1978年10月之前建造的单位被禁止提高租金 直到新冠疫情紧急时期结束后一年 洛杉矶市禁止以不支付租金为由驱逐 因疫情而遭受经济困难的房客 包括失去工作和更高的医疗费和儿童保育费 但加州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却没有这样的保护措施 巴基斯坦国家灾害管理局8月2日说 6月14日以来 强降雨在该国引发洪涝灾害 已造成至少502人死亡 593人受伤 截至当天 39343栋房屋完全或部分摧毁 目前巴政府正在展开救援工作 将食物、厨具、帐篷、折叠床、蚊帐等分发给受灾人员